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话真比不上那些出轨劈腿冷暴力的恶劣 大多数也不过是性格呈现方面不够讨喜 一开始陈小云在浪迹二里和荣祖儿的争执 虽然观点不同 但也都是希望最后的表演效果能够呈现好 陈小云本身唱歌不行 想分到低音区 不让整组效果变差 歌手荣祖儿则认为低音区唱出味道更难 希望能分给专业人士 虽说陈小云最后用上了宣写情绪的方式 进行了撒泼打滚式的沟通 被观众认为是道德绑架 这倒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关键的是在总决赛选人阶段 陈小云当着荣祖儿的面 说当初应该和周比畅组队 但是周比畅当时已经满园了 表示自己有点后悔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咱们来看一下节目回放啊 明明当时他第一个选择的是荣祖儿 并且周比畅那队还有空缺 打练速度真的是来得够快的 尽管如此呢 两人也已经在后续的沟通中直面交流 陈小云一个主动的拥抱 表示外界的抨击或讨论都接受 以后也会学习多听听其他人的声音 祖儿更是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毕竟是历尽千万的天后 这真只是小事而已啦 不论真情实干或是表面功夫 到这反正是说开了 也算是画上了句号 此刻最好的公关应该是保持沉默 毕竟网友的记忆并不长久 等这段风波平静便是 但陈小云那边之后是怎么做的呢 现有团队化妆师 点赞吐槽荣祖儿的内容 几天后再由本人把荣祖儿拖下水 说什么 网友们应该多关注关注祖儿 给他掌掌热度 这话听着真是够绿茶的 这次上节目呢 又是工作人员主动重提救世 借口还特荒谬 这么大的事儿 工作人员居然说一直没时间问 而陈小云的回应 全都归咎于情绪不好 表示网友不该来辱骂我爸妈 还火速山评论 所以缺了截图来证实这个说法 凌晨四点居然还有网友用空回复 激怒自己 瞅着表情义正言辞 给人的观感没有表现出一丝 脱容祖儿下水的愧疚 都是普通网友闲聊公众人物的错 同理自己微博放出的图 只有本人好看 楚楚可怜冷白皮 艳涯著名言霸张博之 但是呢 他俩这次在同一滤镜下分别长这样 陈小云更是忽略了问题的前半句 发图只求自己 只回应了照片里的自己为什么很美 说到底那是你们网友不懂 这是演员的职业道德 啊这哦 网友吐槽的明明是其他艺人 为什么都是丑角度吧 逻辑怎么就被歪成了你美你有理呢 他的绝大部分回应都是这个思路 没有一丝自我反思 总能在别人身上找到问题 和另一个短处凑在一起效果加倍 表情浮夸却少真诚感 前面说合照的事 他边听边翻白眼 解释演员都要学会找角度 又几倍弄严的强调自己真不算好看 还说他肯定会被网友骂反尔赛 这次直接就用前面两招来了个合体 明明争议在于没考虑其他艺人 最后搞成了美美大讨论 这发展方向啊 也是观众没想到的 类似于目的性极强的发言 还有造型师在聊浪姐2总决赛的装发时 突然陈小云微笑着插话自嘲 我也绿查过 说什么聊到成团业 希望团队为自己祈祷不要挨骂 紧接着陈小云就皱紧眉头说 开播前我就许愿不要被恶解 你瞧没有完成心愿呢 人工纷纷提建议让他别哭 学会避麦 陈小云依旧摇头摆尾道 为什么不能哭 大家都哭我没哭肯定会被骂 节目组里的其他人也只能尴尬的搭枪 网友难应付 最后以团队督促陈小云删掉社交软件而结束 但就很奇怪 总能抓到陈小云的一些矛盾点 明明是总决赛前两页就删了APP 本人也说了不敢看 一直没下载回来 但他之后还是改了微博的小尾巴 怪你peace 所以是工作人员故意给他改的 帮他拉仇恨的吗 明明节目主持人的问题很常规 让他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生活 他却回答了个和自己没啥关系的内容 要知道他之前以魔鬼身材著称 但在节目上给出的解释 牛头不对麻醉 说自己想增重到110斤 还说身材这么好也有110斤 所以符合白胖 总之小帕看了他说的 自己都被扰晕了 总体来说 他就是现立一个无辜 被网爆耿直真性情的人生 但是大家觉得他立住了吗 小帕觉得并没有 团队选在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时间点 用我很不容易来回应其他争议 完全忽略了社会主流情绪 近来最热门的娱乐圈话题是什么 大家肯定都能打出来 208万的日新 以及随后被爆出来的各种数字 1500元的每日参标 这个数字震撼了观众的底线 并直接重塑了对艺人的评判标准 你说你惨工作好累又被网爆 那你不想想一天能赚多少钱呢 再惨能惨过那些为了一点钱 甚至过老死的社畜吗 在节目的后面 陈晓云又反其道而行之 用了大篇幅来记录自己的失眠夜 他说自己已经失眠了四个月 对的你没猜错 果然归因于舆论带来了心理压力 再加上珍惜舞台才会有的焦虑 他说自己就是睡不着啊 对外界的一切还特别敏感 哪怕之前训练了将近20个小时 凌晨3点回去也难以入睡 第二天7点开工还特别精神 听他这个说法 失眠不是短时间的问题 不过大家为了克服失眠 怎么着都得做些什么吧 看医生吃腿黑素 把睡眠环境布置的格外安眠 他通通都没有 他说最有效的催眠方式是看书 也就持续了那么一会儿 接着开始做运动唱歌跳舞 一般来讲睡前越运动越精神 此番景象真的是为了快点入睡吗 似乎也都能猜到程晓云的逻辑 深夜睡不着 想到过几天就要总决赛 女艺人不愿浪费时间 即刻在床上翩翩起舞 哪怕被网爆也不影响她的努力 多么值得喜爱呀 一般艺人睡觉前 都会用毛巾挡住摄像头 不想要节目组拍到的内容 也会特地躲开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蒋千辛在节目里生气 陈建兵开始私下沟通 他呢则选择三更半夜 在镜头下开始跳舞 只可惜并没有成功 激起观众的正面观感 一波操作基本没有得到弹幕的心疼 总监下他的失败经验 不专业的发泄式回应 还不如不回应 真诚很重要 放飞自我并不等于真性情 公众人物想要观众员 请尊重打工人的现实生活 希望其他艺人也考虑一下 别不厚尘 当然如果想要黑红啊 以上都不作数 最后一句 感觉他现在啊 真的很不适合上综艺 要说陈晓云是怎么被观众熟知的 去年陈晓云参加超行星运动会时 在节目中的一个射箭环节 他的白雪公主造型 一下子火了起来 红色蝴蝶结头饰 还有白雪公主的服装造型 加上他标配的娃娃脸 被广大女孩争相模仿 当时小帕越看越觉得 眼前这个女孩子很眼熟 仔细想了想 陈晓云演过不少电视剧 比如在黄磊和海青主演的 电视剧《小别离》中 陈晓云饰演一个小后妈的角色 剧中她和胡贤旭的母子 搭配是一大亮点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被小后妈圈粉了 还有大获得由霍建华 和周迅主演的 古装宫斗剧《如意传》中 陈晓云饰演一个 气质脱俗的宫女索心 可以说这两部剧 为陈晓云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 后来她与男友 于晓彤分手的消息一经报道 网友们替她打抱不平 说于晓彤配不上她 但是不得不说陈晓云也不是什么神优的灯 陈晓云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第二季的时候 一开始表现得也很不错 乖乖练习 和其他姐姐们相处的都很友好 但是日久见人心 成团业的时候 她还表示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她会用时间和作品来证明 陈晓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没多久就又来拉彩绒组儿 从不反思自己总是先挑别人的毛病 真的是绿茶粉茶了 好了今天的娱乐八卦就到这里 大家对陈晓云怎么看呢 欢迎民伦去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了